大家发财 我是谷海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那么台北股市 今天大涨120点 很多人很想知道老船长怎么看 我说过了 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好像你认为 这个盘已经涨完了 要回挡了 中美贸易战又会怎样 你每天看飞插电视台 很多观众来宾就恐吓着你们 我说过你们又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 什么意思 下大的 这么多年你们看那些大财经台 本来慢慢输 结果加速怎么样 让你输脱库还在看 对不对里面很多根本都没有分析师证照的 也跑上去怎么样 胡说八道 我说过中美贸易不需要去研究 浪费时间 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跟答案 会在那边分析的都是我认为是鬼扯淡 对不对 你只要顺势操作 现在台北股市 它就是多头市场 你怕什么呢 老船长 你看这个量 今天1300多亿 有量 不对 今天涨120点 1319亿 我认为量还不是很够 所以我在12点及时的节目 在运通台我就讲 这个叫生多粥少 和尚很多 那可以吃的粥很少 像猪脑袋 你就怕怎么样 吃不到饿 对不对 什么 饿很难受 难怪你会胖 胖跟猪一样 你本来就是猪 不好意思 各位要注意 生多粥少 就是从这个和尚开始吃 再换这个 再换这个 你这个和尚不能吃 为了什么 表现不好 所以大家要有一种概念 你手上的股票暂时没有涨 他只要不是坏和尚 你就不用担心 会轮到他 那如果是坏和尚 你自己要小心 不要这一波真的涨完结束了 你那个坏和尚 没有周知 你还要饿死 也就是说股票 你不涨最后怎么样 还跌的时候就有份 你现在持股是什么样的股票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看我的节目 参加我的生活圈 我给你们正确的观念 还有我告诉你们的股票 不会是几十支 一百多支 那一种生活圈是大片 等于没讲 我跟你讲50支 你怎么买 对不对 投资人要有基本的智商 那国内只有我敢 只给一档 在生活圈 从去年底到现在 一路印证审准 那目前呢 我们的这一档 叫做什么 我直接 在今天的视频 跟你们要多讲两句 不要等到 那个 生多粥少 那个粥要分给他吃的时候 往上拉的时候 你手上没有 或是你怎么样 抱的是那个烂和尚的 听得懂吗 记一下 3605 各位看 这个是红字 国内也只有我 股票没有涨 我会怎么样 照样看好 其他的老师都是 今天又拿涨停板表演 不用表演 我们的红船长超白系统 每一天选出来的股票 3不50都涨停板 老船长 你不拿出来看 很简单 人家花钱安装 对不对 然后呢 选出来都是第一根红船档 往往后面都还会标 你们没有花钱安装 我天天给你们看 那有安装的人不是傻子吗 对不对 有道理 但是我今天会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总不能一直说 有AI选股 到时候都不敢拿出来 人家以为我们金光档 但是你没有安装没有关系 你现在手上要抱怎么样 后面这个伸多周少 周还会怎么样分到好合上的 听得懂吗 这一档 3605的红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一支股票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们看老船长写的同时 你们要把心静下来 股票市场最难得的 就是一些观念 比如说油亏转移 我觉得那还好 最棒棒的是什么 各位注意看 叫做转机 而且我再加两个字 叫做转机成功 你说老船长转机成功还不简单 买一张飞机票 去机场转机就可以了 神经病 这四个字 难能可贵 怎么说 因为红字这家公司 它过去是以笔电 笔记型电脑为主 大家知道笔电已经视为了 对不对 所以公司 原董事长他就怎么样 想说要做一个转型 听得懂吗 那么他做转型 就是重点放在哪里 要转到车用电子 电动车 那这一块 一定是成功的 我讲过了 电动车是全世界 都要投入的产业 它跟什么平盖骨 被动元件 细晶元 那不一样 那一种可能怎么样 爆发过以后 就很难再创新高 那这一种是持续在往上走 那你企业的老板 你要有这种敏锐度 就像你们在看我的节目 你有没有敏锐度 我不知道 那听完我讲之后 你就要有敏锐度 那么 宏志他将他的怎么样 产品营收 慢慢转到车用电子 这一块 听得懂吗 然后呢 你说转就转 转有什么了不起 转也可能失败 你的观念是错的 失败与成功 用眼睛看 财报拿出来一看 不得了 去年前三季 赚了一块三四 他去年第一季还亏损 到了第三季 已经一块三四 我帮他掐子一算 他去年大概两块左右 听得懂吗 今年 你注意听 重点在今年 股票看未来 今年 营收听说要成长两位数字 天哪 EPS 逼近三块 各位观众 他现在股价才多少 今天收盘25块7 他如果今年EPS三块 对不对 现在股价25.7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双红船长 势力范围 看到了没有 这个造假赔5亿8千万 新台币 5天前 短线再度红船长锁住了 看到没有 5天前 就这一天 你安装的话 你是买在神的点 那个是神的价位 如果你要做 3605的红字 那你没有安装 没关系 你在这边生活圈 我告诉你 生活圈 我告诉你 对不对 没有关系 那他未来会不会这样 老船长 我认为几率 非常之高 你看这股票 有没有阻力 有 这一段 各位看清楚 这一段整理了 一个月多的时间 把散户洗到 生不如死 没有人敢看好 这一支股票 对不对 之前这一段往下杀 就是阻力的杰作 因为他之前这一段往上拉 这都是老船长 二十几年的经验 往上拉之后 他再做一个回马枪 往下洗 还不够 还不够狠 很像再给你一个月 大家都怎么样 完全失去信心了 他在怎么样 看这边 他在这边开始进场 我说过阻力感动 我们一定侦测得到 这铁证如三 再讲一次 造假赔5亿 8千万新台币 那这一支股票 它会不会过前高呢 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前高 你们注意看 老传长在分析 是有道理的 这个前高是在去年 去年 红字 3605去年的前高 29.25 你看清楚 今年 今年EPS 看 3块 营收 1到2位数字成长 你比去年好成这样 你告诉老船长 这个会不会过 你不要问我 问小朋友 不要问我 那么现在大盘 这样子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大家轮流涨 对不对 今天红字不涨 不代表它不会涨 今天红字不飙 不代表它不会过前高 你把我的话记住 如果你不认同 那我反请教你 那你手上现在是什么股票 你为什么看好 你讲不出原因 对不对 甚至是严重套牢的烂屁股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加入我的生活圈 还有你的股票 如果被我说中了 是那种烂屁股 请你打这一支电话 我们帮你做怎么样 见诊扫描 或者是直接QR Code 你可以填表单 对不对 下面这个是生活圈 你不加入我不勉强你 好不好 免费在家省准 比你参加头顾老师还准 国内只有少数的头顾老师 是自己经营生活圈 我是其中之一 教你们怎么分辨 你每天大量收到资讯的 那个就是助理跟小编在经营 把你当猪脑袋大骗你 听得懂吗 那个不是老师在经营的 我是自己在经营 说谎我下十九成地狱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大家也要常常去看我的12点运通财经台的即时节目 有的时候你现在盘后收盘了 盘中我要跟你们怎么样 即时告诉你 你就要去收看 现在手机你在外面也可以直接看直播 听得懂吗 另外我的生活圈就是一大涨 往往我会告诉你们一些讯息 千万记得红字涨上去 不要在生活圈问我还能不能买 我就把你封锁 神经病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起涨还没有大标的时候 你就不买 不相信 涨上去再来问 这种我直接封锁 不要问 你就等下一只 那如果这个行情涨完了 没有下一只的 那你就有的等了 不要这一波结束了 你都没有赚到钱 你赚了10%也非常好 定存一年才1% 不要小看 我认为台北股市 我认为 请你注意看 我认为台北股市的高点 重点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 它到底会涨到哪里 你要注意 这里有一个缺口 你看清楚 这里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 我认为 它来补的几率 非常大 它说快到了 没关系 它补完缺口 你注意看 如果再继续往上攻 如果 那我跟你讲 这行情就 欲小不易 就是很大的意思 你想要它小 也不容易 但是如果说 它补了这个缺口 在这个地方 它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它就怎么样 从这个点开始 那你就要小心的 这个就不是WD 它就可能变成M头 明白吗 每一天锁定我的视频 但是至少现在 你放心 因为上下都是 红船长 势力范围 来 准不准 准不准 我每一天 用生活圈来保护你们 让你们赚钱 最后你赚了钱之后 你的智慧开启了 也就是说 你终于知道 你必须要走这一条路 你才是超级分析师 安装 那我也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一定是怎么样 厚之厚绝 要不然怎么会 刷纯泽归零高呢 对不对 但是我有信心 我也有耐心 期待你安装 让你怎么样 成为这个 因为最后人人都是 超级分析师 真的 只要一秒钟 你就是超级分析师 现在你不愿意 没关系 我等你该做的动作 麻烦你看完节目 做出来 好不好 然后我再提醒最后一次 手上一定要有 好和尚的股票 这样子 生多周少 照轮的还是会排到你 千万不要爆一堆烂股票 那是没有用的 好股票不知道是哪些 我今天分析了红质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去印证 看我讲的 对不对 感谢你的收看 猪脑袋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